台北市有一名六十八岁的妇人 在疫情期间独自陪病 照顾离爱住院的丈夫 意外吃上妾到罪的官司 原来是有朝商报警 妇人两度到店里 把商品放进购物袋里面 没有结账就离开了 妇人喊冤 她连续六天 顾先生真的是太累 忘了付钱 而两件案子只差两天 地点相同 情节也差不多 但是地检署一件是起诉 另外一件不起诉 下午三点多 绿衣夫人进入超商 右手挂一件外套 提一袋吃的 还勾着购物袋 只剩左手有空挑东西 从鲜石架上连续拿了两样 借着低头塞进购物袋 在逛三分钟后 她来到柜台 摆出纤维饮料 饼干 面包 乳酸饮料 还买了塑胶袋 让店员装起来 但随身购物袋里 包括杏仁豆腐 火腿沙拉 两罐调味乳跟巧克力 总价四百多的商品 都没拿出来结账 警方通知的那一刻起 她才意识到说 她有东西拿了 而没有结账 而第一时间的反应 她是急着想要去跟店家 去做赔偿 妇人采免后 拎着大包小包离开 她声称要赶回病房 照顾先生 在疫情期间 独自陪病的高压环境下 身心俱疲 忘了付钱 还说她两天后 去同一家超商 也是东西放购物袋 没结账 检察官就采信 没有起诉她 检察官在她不给付的案件 就直接认定她说 她讲的是合理的 就是忘了结账 那这应该属于民事的 赔偿的问题 同一间地检署 办出不同结果 第一案在前年十一月 七号发生 有五件未结商品 分给一名 朱信玲检察官侦办 第二案在前年十一月 九号 未结商品多达十一件 由了一名理性男检察官处理 后案先贞结 不起诉 前案晚了二十几天 贞结 确实起诉 而且法院判拘役十五天 富人在第一案中 踏出超商时 这个回头看的动作 被法官认定 她犯案心虚 同样的一个案件 却在相同的地检署 不同的检察官 侦办不同的谷别的时候 就认定说 这个就是不法实有意图 辩护律师认为 有翻盘空间 但富人放弃上诉 是否侦办有双标 北检回应 尊重检察官的个别判断 记者刘松林 我们上线 台北报道